大家好 很多花友都喜欢在兰花的资料表面铺上一些水苔 那么到了这个六月份之后 大家用这种水苔来给兰花铺面的话 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这段时间是害虫的高发期 所以我们用这种水苔来给兰花铺面的话 大家一定要扒开这个水苔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害虫 或者是我们给它用上一点防虫的药物 比如说像这种肤虫胺 因为这种肤虫胺它是一种内吸型的药物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尤其是对于这种兰花来说 我们使用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 直接在植料的表面撒上一层 然后通过浇水它就会慢慢溶解到植料当中 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或者是杀死一些幼虫 这样的话就不担心这个害虫在里面继续的繁衍 清洗我们兰花的新芽 如果说我们用了这种水苔来养兰花 不做好及时的预防的话 很容易就会导致根部受损 或者新长出来的芽被害虫咬掉 这样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通风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大家尽用不要用这些水苔来盖住兰花的植料表面 因为这样的话水分蒸发的太慢 比较容易闷根比较容易烂根 除非我们的养护环境通风比就好 拿它来保湿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这就是六月份养兰花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